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 我又要跟大家读一个佳作了 这个作品呢 的名字叫《阿富汗战争 一个让美国追悔莫及的抉择》 作者是超级学霸 我前两天读过他的一个作品 超级学霸的霸是爸爸的霸 不是霸道的霸 好 这篇文章呢 一共是分五大部分的 第一部分 与其说国运不如说机遇捕捉能力 这是说中国和美国捕捉命运的能力 第二部分是帝国的坟场 三个超级大国的噩梦 这是指阿富汗 是帝国的坟场 第三部分呢 是奇怪的战争 消耗巨大却毫无收获 就是美国所发动的这个阿富汗战争 第四部分是现进退两难 三任总统撤军都未遂 就说的是美国撤军的这件事情 第五是拜登的南局全面出击到重点进攻 说的是现在拜登政府把他的攻击重点放到中国 好 第一部分 与其说国运不如说机遇捕捉能力 我本来是不相信国运这种东西的 我是很相信的 因为如果这个国家不努力 不上进 不用心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有多少机会也会被浪费掉 这个我同意倒是 人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如果你没有把握机会的能力的话呢 就算是天上掉下来馅饼 没有能力的人会被这个馅饼打死的 但你也不得不承认 在立足自身奋斗的基础上 如果能够准备把握时代脉搏 积极创造和捕捉有利国际环境 的确可以让国家发展的更加顺利 正如一位长者所言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 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形成 其实国家也是一样 对于中国而言 在短短的一百年 能从被列强斗铺瓜分的危机中走出 走上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当然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 自私不倦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 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我认为一大原因就是 中国共产党顺应的时势 准确的把握住了大的历史机遇 这个咱们之前讨论过多次 中国近代以来 该革命的时候革命了 该建设的时候建设了 该改开的时候呢 突然就改开了 该工业化的时候呢 迅速的工业化了 该装孙子的时候也装孙子了 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捕捉历史的机遇无人能敌 有时候还十分惊险 有好几次都是踏上末班车 简单举几个小例子 1967年6月17日 西北大漠上空的一声巨响 标志着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我国成为了继美俄英三国之后第四个拥有了氢弹的国家 就在我们拥有氢弹后仅仅一年 也就是1968年7月1日 世界各国签订了不扩散武器条约 该条约在1970年3月正式生效 而在此之前只有五个国家成功的研制了核武器 分别就是美国 苏联 法国 英国和中国 所以世界上就只有五个国家合法拥有核武器 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都是非法的 经略南海 中国也几乎是末班车 1987年联合国要在南海建立观测战 刘华清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把这活接了下来 当时我们没有实际控制南沙任何一个岛礁 因为这个联合国的项目 我们跟越南干了一仗 才一口气夺回了华阳礁 东门礁 南勋礁 楚碧礁 永蜀礁和赤瓜礁 共六个岛礁 要不是这个联合国项目创造的历史性机遇 被刘华清老将军敏锐地捕捉到了 恐怕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也没地方施展了 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我们非常有利 美苏依然在对抗 而越南是苏联的小弟 中美关系还处在极高水平 号称蜜月期 但也是蜜月期的尾巴了 因为1989年开始 东欧开始巨变 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崩盘 苏联国力不支 中美关系也急转直下 因此这一仗也可以说是末班车 而且南海驻岛的自然仿生 也是抓住了韬光养晦的最后阶段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如破竹般地完成了规定动作 2016年在田 阻力和代价就大多了 再说工业化 我估计中国是最后一个 拿到工业化国家门票的国家 以后的国家指定是没息了 因为人类内卷严重 工业化门槛已经被拉太高 中小国家已经不可其极了 有人笑就有人哭 中国敏锐地抓住了机遇 而有些国家却错过了很多机会 比如美国现在追悔莫及的事情太多了 并且后悔药还没有开发出来呢 美国遏制中国最佳的机遇 差不多就在2001年 2001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那一年中美在南海撞击了 那一年美国打响了阿富汗战争 那一年中国正式入市了 2001年中国的经济存在巨大问题 那一年中国的国有企业 还挣扎在巨额亏损之中 那一年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 达到了顶峰 相反 2001年美国正如日中天 那一年美国GDP是中国的八倍 那一年美国的财政还能出现巨额盈余 也是最后一年出现盈余 第二 帝国的坟场 三个超级大国的噩梦 为啥美国财政最后一次出现盈余呢 因为正国籍地下党员小布什同志 让美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到帝国坟场阿富汗打仗去了 为啥说是帝国坟场呢 古代就不说了 比如近代以来 三个超级大国都在这里损兵折将 吃了大亏 19世纪 大英帝国如日中天 惆怅满志 企图从殖民地 现代的巴基斯坦 北上中亚 接连三次攻打阿富汗 从1839年到1919年 结果每次打到阿富汗都惨遭失败 第一次 1.6万人的军队全部覆没 只有一名身负重伤的军医跑了回来 报告了英勇失败的消息 英国再次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是在40年后 也就是1879年 英国最开始势不可挡 但是很快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死亡万余人之后 英军再次撤退 又过了40年 1919年 英国第三次入侵阿富汗 但是阿富汗军队士气高涨 很快使英侵略者陷入困境 最后英国再次放弃了继续作战的计划 从此以后 阿富汗被英国承认独立 1979年 苏联军队视如破竹 闪电入侵阿富汗 仅仅一周就占领了阿富汗全境 没有丢超级大国的脸面 但是苏联军队很快认识到 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苏军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泥潭 而且西方某神秘大国和东方某神秘大国 在背后联合使坏 苏军七天拿下了阿富汗 却花了整整十年来收拾残局 十年间 苏军阵亡超过1.5万 受伤4万多人 共花费了600多亿美元的军费 这场战争严重透支了苏联的国力 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催化作用 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两年后苏联正式解体 2001年美国没有吸取英国和苏联的教训 不顾中国苦口婆心的耐心劝告 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结果深陷泥潭 因为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一打就是20年 严重消耗了美帝的国力 阵亡超过2500人 受伤2万人 军费开支高达上万亿美元 此外 美国为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支付的 医疗和商残护理费用超过1700亿美元 未来40年再需花1.4万亿美元 每年350亿美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战争 因为阿富汗总共3100万人 还没有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多 竟然每年能花500亿美元 平均每人每年1600美元 关键是2019年阿富汗人均GDP才800美元 所以美国要是换一种方式 甚至可以把阿富汗买下来 平均到每个美国大兵头上 每人每年330多万美元 第三 奇怪的战争 消耗巨大却毫无收获 花钱多不多 关键看收益 哪怕是能实现战略目标 也算是一种投资 但是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收获 小布什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至少有三 第一反恐 消灭基地组织 报911之仇 第二 控制阿富汗 并向中亚渗透 进而控制中俄 第三 兜售美式民主 要说基地组织有没有被消灭 肯定是消灭了一些 比如本拉登 马斯里 巴格达底等 很多基地组织头目都被击毙了 但更多的是隐藏起来了 战争反恐 无法做到标本并置 再说阿富汗 美国的确扶持起来了一个亲美的政权 也是按照美国要求组建的 总统是卡尔扎伊 又号称卡布尔市长 因为这个傀儡政府 也只是能控制住卡布尔 美军和政府军 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有据点 但也只能如同1945年的 侵华日军一样 龟缩在炮楼里 要么打炮 要么打炮 2019年5月 美军和政府军能控制的区域 也就是三分之一 还要时刻提防塔利班游击队的袭击 实话实说 阿富汗太是恶打游击了 全国几乎都是山区 美国的高精尖武器来到这里 毫无用武之地 你想空袭 搞大诈B主义 空军表示 很为难 不是因为怕被袭击 而是根本找不到打击目标 这里没有机场 没有港口 没有桥梁 没有电厂 没有工业基地 啥都没有 你炸啥呀 战斧式巡航导弹 一枚120万美元 一枚普通的JDAM精确制导炸弹的价格为 2到3万美元 说实话 在阿富汗找价值超过3万美元的目标 还真不好找 一发炮弹下去 炸准了最多是一顶帐篷 价值10美元吧 炸不准算是帮人离地了 扔得越多亏损越大 性价比感人 派机械化部队平推 对不起 没有路 好不容易有路 塔利班在这里挖上了坑 大坑套小坑 小坑套老坑 坑中还有水 水下还有钉 钉子上还有毒 毒有传染性 所以美国打阿富汗打了20年 塔利班根本没有被消灭 最多只能是被压制下去了 全都钻到了洞里 或者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 所以现在塔利班有多少 美国也说不清楚 就像蚊子与狮子 狮子虽然力大无比 凶猛无敌 号称百兽之王 但是照样可以被蚊子盯得没脾气 整个阿富汗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 美国越陷越深 因为从2006年开始 美军发现塔利班的武器越来越先进 战斗力越来越强了 秘诀是什么呢 秘诀就是他们开始种植鸦片了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 2017年在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达到了9000吨 同比增加了87% 占全球的85%以上 而且塔利班还有自己的运输大队长 那就是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军 阿富汗政府军肯定接受过培训 学习过这一本教材 美军的子弹夜视镜等装备 通过政府军和黑市 源源不断的送到了塔利班的手中 原来的塔利班是这样的 跟叫花子一样 请看插图 而现在的塔利班竟然有了自己的特种部队 是这个样子的 请看插图 所以这几年塔利班开始反攻 目前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大约一半的土地 而美军遭受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美军在阿富汗的政治军事目标都不理想 经济利益也没获得多少 甚至还有神秘力量来摘逃 你说气人不 更气人的是 人家挣钱 美军还得出2000人负责战港 所以阿富汗这仗不好打 从小布什开始 连续四任总统都有从阿富汗拔腿撤军的打算 但是困难重重 最终不了了之 为什么呢 第一 没有取胜而撤退 对于世界灯塔来说太没面子了 关键是前边的投入都打了水漂了 第二 还有很多人不情愿 不情愿的人很多 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阿富汗的二鬼子 也就是傀儡政府 第二类 美国的军工买办 第三类 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 先说阿富汗傀儡政权 在阿富汗战争之前 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 后来的阿富汗政府是美军一手扶持起来的 塔利班根本不承认 如果美军一撤 阿富汗内战很有可能再次爆发 按照阿富汗政府捂扎的水平 肯定不是塔利班的对手 这些人搞不好要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现在他们不希望美军撤离 再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包括美国的军火集团 军火买办和军队官僚 俗话说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不是国家赚了 而是这些发战争财的人赚了 军费多 对美国政府来说 是个头疼问题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却是个发财致富 吃喝享乐的好机会 我们不能光看着美国一年七八千亿美元的军费 还要看怎么花的 美军在阿富汗经常遭遇地雷袭击 士兵们怨声载道 不愿意出去巡逻 于是层层上报 花几百万美元研发出来了反地雷伏击车 然后花好几亿才够 把以前的汉马当废品卖了 还别说 开出去之后还真惊得起炸 但是塔利班不干了 这咋还炸不烂了呢 于是加大药量 从十公斤加到一百公斤 然后每辆五百万美元的 埃布拉姆斯反地雷伏击车被扎上了天 刚才说了 美军除了打炮也打炮 两种炮都很烧钱 2019年美军在阿富汗境内投弹 7,423枚 值多少呢 2021财年 美军采购20338枚 总价是5.33亿美元 再说另一种炮 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的整整一年 美军共发生了4000起军官 使用公务卡在酒店或赌场消费 其中600笔被消费在了脱衣物俱乐部 驻阿富汗的美军 有一次从意大利空运到阿富汗 仅仅是为运九支山羊 结果报仗是600万美元的资金 阿富汗美军还花费1.5亿美元 在阿富汗修建了别墅 然后高价卖给塔利班的有钱人 因为附近驻扎有美军比较安全 还曾经有一名军官 跟五角大楼的承包商合作 将美军的军用燃料 卖给了阿富汗的当地人 价值1500万美元 驻阿富汗的美军 花费了4.68亿美元 购买了20架货运飞机 其中16架长期闲置 最后干脆当废品 论金卖了 阿富汗政府军也是个坑货 坑起美国爸爸来 一点都不心疼 阿富汗政府军要求美国提供 森林迷彩军服 美国国防部还指望美军当炮灰呢 于是答应了 这项花费2800万美元 钱倒是不多 问题是你在阿富汗能找到一亩连片的森林吗 全国都是沙漠和戈壁 这分明是给塔利班竖把子呀 再看看驻阿富汗美军的采购清单 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 这帮人不是来打仗的 是来当土皇帝的 是来休闲度假的 一个电热杯1200美元 一杯咖啡1280美元 一个便携式小冰箱 16571美元 一个吸奶器 1360美元 最过分的 一个马桶圈 1万美元 阿富汗的美军可以说 雄射几尺 生活用水 括号不是饮用水啊 都要用矿泉水 还是空运来的 一瓶十几美元 不知道中间商赚了多少回口 不管咋说 这还有账 还有连账单都没有的 从1996年开始 美国军方大约有 十万亿美元不知去向 甚至是凭空消失 但最终必定是流入了 大部分美军高级军官的 腰包之中了 这个剧本就有点像 明末的剧本了 也有点像明末的剧本 还有点像 让子弹飞的剧本 剿匪永远在路上 但是永远也剿不完 所以我从内心觉得 特朗普是一个真爱国主义者 可惜政治智商低了一点 一看阿富汗的账本 立马想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被利益集团给叫停了 利益集团的代表叫迈克马斯特 担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长期在军中担任要职 跟军火商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拜登也是 拜登决定要撤军 但是遭到了军方高层在内的 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 这样做会让美国面对 恐怖主义威胁时更加脆弱 嘴上都是主意 心里都是生意啊 其实我作为吃瓜群众 也反对拜登撤军 一个贫穷弱小的阿富汗 竟然每年都消耗掉了 美国500亿美元的军费 还把铜矿交给我们来开发 多希望美军留下来 继续给我们站岗啊 第五部分 拜登的男局 全面出击到重点进攻 拜登这一回要撤军 第一 地主家真没有余粮了 财政捉襟见肘 第二 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必须从别处战略收缩 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我查了一下 美国的联邦债务 已经标到了28.2万亿美元 光利息每年都要6000亿美元 问题是还要进行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要搞大基建 要搞芯片攻坚战 到处都需要钱 美国的国债很快将突破30万亿 甚至到33万亿 有机构做过测算 美国联邦政府的账务极限是35万亿 一旦突破会有致命的财务危机 拜登为了筹钱采取了三个办法 第一 给富人和企业加税 第二 继续发行国债 印钱放水 第三 战略收缩 从阿富汗撤军 就是一个例子 加税增加收入本身就很困难 真正的富人和大企业都会避税 你加税搞不好企业 就把利润转移到境外 从阿富汗撤军 肯定能把阿富汗的费用省下来 但只要不裁军 不解决体制性问题 这帮腐败分子 只是换个地方腐败而已 挪到日本 打另外一种炮 也许更方便 拜登目前遭到了多方阻挠 但是似乎已经下定决心 再次发扬出卖队友的优良传统 毅然决然从阿富汗的 泥潭退出 4月14日拜登在白宫的条约厅发表讲话 宣布9月11日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 而这个条约厅就是当年小布什宣布空袭阿富汗的地方 美国国防部也在安排后事 4月19日国防部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如果中国向阿富汗派遣违和部队 美国是否会感到焦虑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似乎拿出来了我们20年前的台词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 很多朋友很担心 美国从阿富汗抽身之后会不会向东转移 加大对中国的围堵力度 我的看法是中国债多不愁 狮子多了不养 不差阿富汗这些双炮兵 另外我想起来了解放战争 蒋介石最开始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但是1947年转向重点进攻 为什么呢 因为实力不济了 大家不要被美国的高额军费所蒙蔽 美国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跟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样 因此中美之争的结果早已经注定 好战必亡 国霸必衰 我们继续静静的围观吃瓜 安静的期待着挺进大别山 三大战役 百万雄狮过大江的历史桥段重演 好 这篇幽默机智的文章就跟您读完了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